螺蛳粉爆火的背后 孤独经济 你会投资这一赛道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那最近相信甚至海外的华人朋友们 经常会在亚洲超市的方便食品货架上面 看到这么一个小吃 叫做螺蛳粉 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对这个味道奇怪的小吃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它是怎么做到一夜之间爆火 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的呢 那在这里 我作为一个资深的 这个忠实的螺蛳粉的 这个粉丝来说 也是想跟大家在这边聊一聊 关于螺蛳粉爆火的原因 那在18年之前 相信很多人很少听过 或者说吃过这么一款小吃 那这个呢 是来自中国广西柳州的 这么一个气味独特的小吃 那在2020年去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 很多方便产品的产业呢 也是有了一个持续加温的情况 那在2020年整体的 这个螺蛳粉的产业 已经达到了100亿元人民币 那双11的时候 它的这个销售量 更是远超过武汉热干面九倍之多 它的出口量呢 也是超越了 往年的这个出口冠军 这个火锅底料 那说这个 如果说要螺蛳粉的这个发展呢 是离不开天时地利 人和的一个影响 那除开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螺蛳粉还是离不开 用工业化思维来发展 整体产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因素 那用统一的生产化标准 来生产整合整体的产业链 也是使螺蛳粉能够在其他的方便产品 像是这个自热小火锅啊等等 这个方便产品能够脱颖而出 成功出圈的重要因素 那除开这些之外呢 像是这一两年啊 爆火的我们说的KOL KOC就是说的这个网红 包括直播和越来越发达的 这个物流链和越来越丰富的 这个销售渠道 都是使螺蛳粉能够爆火的原因 那除开这些说的因素之外呢 我个人觉得啊 像是最近这几年的社会现象 像是越来越高节奏的 这个快节奏的这个生活 和越来越高成本的这个生活来说 折射出来的孤独经济 也是导致了螺蛳粉这样爆火的原因 那很多人说什么是孤独经济呢 那其实就是说 你的孤独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生意 那孤独经济在2020年疫情 长期在家隔离期间啊 也是愈发愈演愈烈 那一碗小小的螺蛳粉 所折射出来的孤独经济 给我们投资者 未来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 或者参考的呢 那我们想一下 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娱乐休闲方式 可能是跟小伙伴们 踢个剑子抓个沙包 那再长大一点呢 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大的室内空间的 像是KTV啊 排球室啊 或者说游戏机厅 那我们再想一想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啊 现在甚至连家里的客厅就不需要了 对他们来说 可能就只需要一个手机 一个带WiFi的床位 叫一个外卖 就可以解决一周所有的事情了 那如果说啊 我们回顾一下 近几年的一个发展趋势 不管是刚刚提到的螺蛳粉 外卖也好 还是说是直播啊 抖音啊 手机游戏 VR游戏也好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娱乐和休闲趋势 形势正在往越来越小空间 和越来越低成本的一个趋势去发展 你想想 你是不是经常沉迷于抖音 一刷一个小时 根本停不下来呢 现在甚至啊 连国内的广场舞大妈 都不再跳广场舞了 转行去拍抖音 录视频去了 成了网影大妈 那以前呢 我们说投资者的这个消费 我们说这个消费者的喜好 是非常难以捉摸的 但是现在孤独经济下 折射出来的消费趋势 反而给我们投资者 指明了一定的赛道 当然嘛 用社交网络就可以交友 用游戏 用抖音直播就可以排解寂寞 用螺蛳粉 外卖就可以解决吃饭的情况下 人们是不是不再需要 那么大的生存和生活空间了呢 那当然有人说啊 我还需要运动 我还需要健身 但是如果你的需求 可以用简单的Switch游戏机的 健身环就可以满足呢 当你想要滑雪 或者高尔夫的时候 用VR的游戏机 就可以帮你满足呢 那当然我这么说啊 可能会有一点极端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来说呢 那未来真正的户外运动 像是打猎也好 游泳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滑雪也好 可能是对于这些来说 是有钱人的娱乐活动 那对于普通大众来讲 可能是未来越来越低的 这个成本和越来越小空间的娱乐 才是未来的娱乐方式 真正未来的一个趋势呢 而未来科技的发展 会不会也是会满足社会 这样子一个需求 来进步和发展呢 那未来很多的资本 是不是也会往这个方向来倾斜呢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啊 需不需要提前布局这一赛道 以后才能有资本去享受 真正的蓝天白云和雪山 我相信这个也是 我们需要提前去考虑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